在这一边它给你它的Volume 然后它叫你找它的Value of H so我们知道呢这个是它的Diameter so它的Radius呢会是等于42除2 然后会是等于21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知道我的这个的Radius是21 然后还有我的那个球形的那个Radius 也是21 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这一个球形 为什么会是球形呢 因为我上面跟下面的加起来 会变成一粒球 然后它的Radius是21 然后我的Volume for这个球呢 会是等于403πR3 所以它是403乘227乘以21Q ok 计算机来按403乘227乘以21Q的话呢 我拿到的是38808 38808 所以我的Volume of那个Cylinder呢 会是等于122 然后我拿到的是83192 然后我拿到的是83192 然后我现在要H 所以我们知道它的Volume是什么呢 那是πR2 所以我的227乘212 再乘H等于83192 所以这个时候我有两种方式来把这个东西继续做下去 第一种呢是我把这一边乘上来先 所以我的22乘21Q再乘7的话 我拿到的是1386 所以有1386H等于83192 所以有的H等于83192 除1386 OK 所以83192 然后 OK 有地方算错了 4除3乘22 除7乘21 3 38808 对 然后122 000 减掉 83192 对 除1386 60 60 OK 好 我拿到的是60.023 他课本给的60mm是精卫了的 所以如果我直接的话呢 就83192乘7 除以22乘21Q OK 我用计算机来按一下 就是说 呃 这个83192 乘7 除22 除21Q 直接拿的话呢 也会拿到60.023mm OK 所以 呃 都可以拿到同样的答案 看你喜欢先把它乘上来了 结合了 再除过去 然后还是你直接搬 直接搬呢 它的坏处是看起来比较乱 然后 这个合起来的坏处是你需要按计算机两次 这个好处是按计算机一次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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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